哈喽哈喽,我们再介绍了吗? 来来来,先检查一下Facebook 在Facebook了,出现了 大家中午好,我是Sym Lee 大家中午好,我是Jason Fung 我忘记问了我们这个Live要用广东话还是用华语 刚才我也想问你,你要用广东话还是用华语 你选啦,今天你是嘉宾 都可以啦,都可以啦 因为讲回我们普遍的广东话啦 我们是广东,我是广东人,讲个广东话啦 来,军犯广东海,到不得? 大家好,我是诚意 大家好,我是Jason 今天要访问或组织入面 我们的旧同学,非常非常之旧又老的同学 Jason 今天是有好消息要分享的啦 因为先恭喜Jason 合格了我们B International的房屋基金 是 很厉害的 因为一般上人家要卖屋 都需要我一笔资金的嘛,对没有? 对对对 除了一笔资金之外 其实要最担心的东西就是 卖了那间屋子 要供了几十年的喔 是 好厉害呢,好辛苦呢 供不供得起,是一个问题啦 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好消息就是 哇,既然我有一个花红 叫做房屋基金 给大家吧 多少年了 猜猜猜猜猜猜猜 给互动一下,多少年给互动一下 要看直播才知道有什么互动 好,看看有没有互动先 Yali正在看 哈啰,Yali 哈啰,Yali 哈啰,Kalman OK啦 大家这里有没有 有没有一些头税啊 通常啦,你说如果给你一个基金要卖屋啦 OK? 你希望是可以有多久的基金咯 有多久的花红咯 嗯 有没有人要回答我呢? 是,如果没有我也是要开股 因为时间又行 所以,我们的这个基金,是吧? 是多少年咯? 待会自身自己说 我不说了 是好像访问我,不是访问他 是,那就再说回咯 这里可能有新的朋友 可能对姓姨不熟的 可能对自身不熟的 嗯 不过今天的基督不是我 是自身 今天是我 今天是我 咦? 要访问的,要画料的是自身 是 是 那就一定要来到这个环节 叫做自身,麻烦你自我介绍自己先 好好好,大家好 再次介绍我是自身 我是来自二宝的,曾经来自宝 现在在吉林邦 我在家里是在二宝 好,接着我在吉林邦 已经一段时间了 已经是成家立室了 做了两个弟弟的爸爸 这些是我背景 那我之前呢 之前呢 之前呢 我是一名IT的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 所以我做了有17年 所以看起来我的样子 其实很年轻而已 刚才阿胜姨说一句 不是,其实我们很年轻而已 17年的IT 17年的IT 过后呢 就用来讲 好,那先讲到这么多背景 那我们下一句不要讲这么多 慢慢透露 好,还有什么要问 OK 其实呢 我认识他的时候呢 他已经是一个高层的了 在IT界里面 那为什么会爬到这个级级呢 所以相信大家都知道 其实打工有很多很多很挑战的东西 所以打工是必须要很尝尽的 自己争取的 对吧 你现在还有一个土闲 这是一个大德 叫做失卿 失王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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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问一问 你为什么要做失卿 其实 其实我本身 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 我本身是做IT的 那IT 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 trend 是一直不断不断地去升级的 那 你如果预想IT的行业 是不是立足的话 那简单来说 我书也读得不够人多 那我没有理由得本牛力是这样做的 那就是不断地自己自我进修 那有什么失呢 我就自己会拿荷包出来考 那考考考不经不过 差不多 那个年代的所有的失 我都已经是差不多考到七七八八了 所以公司的同事就说 你又考试 我说是 你又考试 我说是 所以考考就说 这个密室碟给大家谈 什么都考的 什么都对我 那你考了这么多失 其实对你自己的事有帮助吗 其实考了这么多失的话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在那间公司 是不是多多少少 只有一个蜡烛之地 人家就知道 原来你是这么多失的 那我用 人家说 这个自己身有 那个自己身证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之时是这样 之时 钱不知道有没有多 但是工就多些 因为你什么都会 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 对了 其实不是的 因为是吧 它在它的IT界里面 真的很出名 然后呢 收入也很高 这个当然是它自己努力去拿回来的 嗯 刚刚说 说回 这个故事 威水市 再说回 拉回来 我今天最主要的是 问他关于一些 为什么呢 他原本是一个很排斥 很排斥 很排斥 直销和直销产品的人 所以我和他说一样东西 说一句呢 他可以顶够 差不多十句 差不多 差不多 他要找很多很多的资料 fax 来支持我的 嗯 因为他真是 不知道什么原因做成 他其实真是很不喜欢的 对 对 你要讲话 来吧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 因为简单来说 我们做IT的人 我们 容易点 你说我们逻辑性 比较一般人高的 我们很喜欢根据全部 很多是数据 因为今天我说 你讲的 可以你讲的 你做医生 你讲什么都可以 天上有地下没有都可以 但是我们是跟数据 所以当初 聖医和我讲 我们的sating point 就是阿罗拉 pens 我最记得我认过一句 哇 这么厉害 医生也不用做 但是今次今晚 比较多医生 加难搞 我自己打嘴巴 哈哈哈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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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记得 说话 要留后于地 对 所以就变成 因为 我觉得其实 可能很多人 都跟我一样 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觉得是不是 直销 是一个 我们就说是 厄厄片片的一个行业 因为不是 你一加了直销 你就会直接是 卖卖卖 不是卖就是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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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卖 说一句 如果那个年代是卖 你这样卖卖卖卖 真的生穷水尽都卖不完 所以变成我很抗拒这个行业 所以 有些朋友说 忽然间 十几年没电话 一拨个卵来 我就惨了 两个行业 我想大家都知道 不是直销作为保险 所以我曾经去到最绝的地步 就是 我跟我朋友说一句 喝茶 好 傭卖卖卖 不要叫我 傭卖卖 不要叫我 因为我是绝对不会出的 我已经去到这样的地步 OK 这样的话 發生什么事 我由一个很不喜欢 很排斥 OK 甚至是 真的不要叫我 到这个地步 你竟然可以合格了 最后一个我们在BE的利益叫做 房屋基金 9个利益 去扫掉 为什么 OK 为什么 原因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产品 如果你当初跟我说 什么 Bee-Clarke 什么Benefin 其实都是那句 我看不到的东西 我是不会相信的 但是产品 我碰到 我摸到 OK 那产品 我这位朋友 又跟着我这么多年 你跟我认识了这么多年 然后买一条 一直跟进 跟进 跟进 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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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 我要有空 有空 可以 可以 我帮你买一条 我是真的那次心大 可以 我帮你买一条 我买一条 买了 然后就让我妈去试 因为我妈本身有风湿 脚痛 很严重 要吃止痛肉炎 每一句要去查 所以就摸摸摸摸摸摸 我妈的脚有改善 那IT的人 又是一句 要跟数据 查查查查查查 究竟是什么 这么厉害的 查查查查查 就开始慢慢来 就 对那个戒心 就降低了 所以我们讲产品 所以产品真的有这么多光座 所以慢慢就会对产品有信心 所以慢慢慢慢 跟着 真的 真的 广东话 他真的很重要 好 好到为什么呢 那些相片全部不用钱 你回去听 所以很多人都可能 现在很多人都会抗拒 就是说 他们一种感觉就是 一进去听就出不到你 被人禁止 但是其实不是的 这个问题永远开始 你可以出外入你自己喜欢的 但是是不是 就感觉到 学多一样东西没有外面 那我就去听 听听听 就爽下爽下 爽下爽下 就入了 入了入了做了做了 就做到今次 我最想知道 我觉得很多人在线上都很想听到这个 是不是 既然你本身也是打工皇帝 五位素素 是不是 你又做一个 Deno的生意 其实是兑死物 跟着 比较跟B.E.的生意来说 是完全不同的 那你既然有一份 你自己觉得 OK 我不用工作 是负责碗 为何你还想去了解B.E.的事业呢? 其实很简单 当我上课上得多的时候 要不时我会跟你解释 究竟有什么利益 很多的好处之外 打工 你再比较好现实 入为那一句比较好 这个我在打工 这个是B.E.的 咦?很大分别 这个多这么多 这个少这么多 那很自然的话 是不是 就会觉得 要深一层去了解 了解更多了 原来这里 得到的东西 是可以多过这里很多 例如呢? 例如我讲一样 首先就是 时间 你看看 这里我可能我用12个钟 11到12个钟 我的收入是定定的 很安全定定 那时候很安全定定 但是今时今日 如果我做10到12个钟 在B.E.的话 我的收入分分钟是双倍 甚至乎双倍 所以我看得到就是 哇 我这里要用这么多年 我头发白了 分分钟还没得到收入 这里我不需要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觉得不同 因为我们讲生活不断不断地改变 这样进化 你的河巴就不断不断地定在那里 不懂得动 所以就很自然要想办法 看到机会这样的样子 就试一下 又没有癌 又不会说落宅放狗 我又可以到处出 ok 所以就变成我会慢慢去了解 ok 那是不是 啊 当初你说的 可以出去 可以出 没有落宅放狗 那我到MCO的时候 其实你在发卡班和家班都是在MCO期间 对 对 大家都落宅 在这个时间 非常时期 我们每次讲 那你会不会发觉 很难继续下去呢 因为经济又不好 对 跟我们这一行 我们需要出去外面 跟别人有沟通的嘛 嗯 突然发生这一件事 全部都不行了 经济不好了 见不到人 那对你在BEE的信心有没有影响 接着你又怎么可以继续 将你的卡班 汽车基金 4年的 房屋基金 20年的 搞定 怎么做的 其实 其实对我来说 可能是一个优势 因为我本身是做IT行业嘛 那现在我们讲了 其实在MCO 或FMCO 什么OBL都好 我们是全部鎖掉的嘛 那鎖掉的时候呢 是什么最好做的呢 就是透过我们讲 互联网线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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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 那online 这一样是最好做的了 那我就透过 像素某事家看 我向吉兰波 我看到你 你也看到我 那我不断地分享 加上 那我如果分享又不是又安全 我又不用戴面网 我说话又清楚 我又不用洗手 我又不用特别回来洗澡 为什么不? 我觉得挺OK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优势 我看到其实OK OK 这样的话 有什么 其实FMCO 到房屋基金 对 那个过程 我可以再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那个房屋基金的过程 其实讲真是很刺激 其实其实为什么 因为当你一个人有了目标 你就会不断想尽办法去选择 那这段时间呢 那怎样呢 就不断召唤 就不断召唤 好似我们讲 我们会看回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领袖 看究竟什么事 可能我们讲 其实最重要一个字 就是真心分享 因为我们讲产品好 一定会帮到大家 那我们抱着这个心态 就是不断不断跟进 可能今天他不爱 可能天天他爱 或者他不爱他朋友爱 就是我们不断地分享 那想尽办法 若对方在Zoom里面见面 或者WhatsApp 或者WeChat 都可以 所以变成这样去跟向跟进 慢慢慢慢 那我们讲一齐 我们讲 最重要的是大家组织一条心 那我今天跟你讲 我们一条心一起合作 那这样的话 那我就慢慢慢慢地 那这样在这三个月 就会找到我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是很多我们BE里面的领袖 是不是 这个领袖 你都看到 BE是自己的生意 对 这一件事很重要 很多人说 哇你们这么博位 开些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自己的生意 对 BE International 是我们的 business partner 大家也知道 是 你去哪里找一个 什么都给你的 business partner 你的生意 对不对 如果进来是很轻松的 我们不需要去烦货园 寄货 对不对 对 对 你不需要去烦我 人事上 会不会有人给你 office 政策 不需要 你不需要去烦我 我下个月要做什么 promotion strategy 全部东西都不用想 对 进来 就是准备给你去开发事 是 所以大家 重要 至少我看了一件事 就是 passive in camera 你怎么看 对 是 其实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 尤其是我说现在这个疫情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受影响 你看 很多人就会觉得 举白旗 这些那些 因为其实真的生活很艰难 但是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们就说 是 passive income 最好的时间 我刚才成衣所说 这些 international 是真的 现在就好像准备了整个家 你就是 把你自己的人进去住 冷气风扇 什么都给你 你都不用去烦 这么简单的东西 你进去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做 有先生教你 你不懂做 我教你 你不懂做 我教你 就是这么简单 你又不用烦 所以这个机会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尤其是现在是不是 我们讲疫情 so passive income 不用想了 真的 我给自己本身 我觉得真的不用想了 因为我不需要去买一大堆货 我又好像刚才圣经書说 我自己的生意 我当是自己的生意去做 但是自己的生意 自己的生意 你想想 你不需要想任何的 promotion 你不需要烦货源的问题 你不需要烦地方租金的问题 一切已经准备了给你了 这样的生意不好做吗 当然好做 所以变成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好的机会 尤其是那些在找 passive income 的时候 真的可以真正去了解这种东西 你用短短的时间 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房屋基金 你合格的是什么 其实房屋基金很简单 对不对 我合格了 我就可以享受20年了 那怎么说呢 刚才刚才醒意开厕所的 今天是叫你买一间家 我当你拉到尽 35年好不好 你供35年 但是35年分分钟 可能供的数目 是很 minimum 但是今天是你房屋基金 你的努力 你的付出 跟着加上 你想避养自己的生意 你做到出来 你合格了20年 公司就会给你一个 bonus 当是鼓励你 那鼓励你怎么办呢 你可以拿这笔钱去卖家 你住一间大间的家 舒服一点的家 好像现在 尤其我住在汉多 说真的 那种心态是吧 我两个都很跟着大的 踩脚车是吧 前门走到堂门 再下堂门走到前门 那种感觉是 真的很惨 但是因为这个房屋基金是吧 所以改变了 我可以有这样的机会 有这样的利益 可以去考虑 更加一间好一点的环境 给你小孩 所以这个我觉得 是一个很好的利益 打工的话 我跟你说 不要说房屋基金 汽车基金也加难 除非你上了很高的级数 跟着那桶车 名字 是公司的名字 不是你的名字 但是今天你想避养的 汽车基金的名字 是你的名字 家里是你的 但是公司就给你一个 extra的利益 让你回到回来 你的付出和你的收入 是可以成对比的 甚至乎更加高 那这个就是房屋基金 哇 所以 挺好的 恭喜 恭喜 多谢 多谢 所以大家看到 連一个打工皇帝 他也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因为这个事业 是可以让你去到全世界 说真的打工的人 是不可能的 做生意的人 都未必有机会 可以将你的营业擴充到世界各地的嘛 但是 B 是绝对可以的 我们 B 这个事业 所以 我们结束我们的直播之前 是 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 要跟在线上的朋友说 有的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 是不是 我们来说 其实是不是 我们来说 好像上次我们经常说 你今天真的坐在那里想清楚 是不是 今天你现在是什么位置 你想去哪里 好像我今天如果你想你的生活好些 OK 那下一句问题问你自己 你想怎样令你的生活更加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因为很多人就是觉得 在自己的舒服圈 是不是 我今天很舒服 我不用愁 不用饭 我有饭吃 我有屋住 但是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安全的东西 未必 因为今天不知天日时晚 所以变成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时间就是 要用于拿出勇力去改变 如果你想更加好的 比现在更加好的环境 更加好的生活 真的要去改变 那改变的话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说的就是 在B.E.E.我看到的就是 今天在B.E.他给我的成就 不是在物质上之余 他还可以令到我的思维 和我的人品 兼我的人格 都可以调 和旧摆不好 到现在可能调到更加好 那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多地方 是未必得得到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去 深考 深一层去研究 去了解的一个项目 那我在这里 那你当然任何时可以找我 我很开心 我帮你 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是的 所以我跟你说 有一个很排斥的 好的 一个只是 只是 在里面他只会有数字 不是数字 他都叫数据的人 一零 数据的人 今天都可以看到 B.E.E.给他将来的一个机会 所以大家一定一定一定 要将我们的拉拔分享出去 对 对 对 打工皇帝 哪个都好 今天 就是透过你的分享 OK 自己的分享 所以我希望可以给更加多的人看到 其实你还有其他更加好的机会 对 你好像 你再接一下关子 好似稍后会继续说 是 那现在访问完这么爽的时候 那我当然比较开心的情绪 继续延持下去 待会5点半 5点半 5点半记得搜索我的Facebook live 因为为什么呢? 我就会和大家分享更加仔细我的声路 但是等一下会讲华语 我会调整个频道里 和大家分享 我这一段时间 我所面对的事情 我所如何接触 我如何改变 所以5点半记得留守我Facebook live 一定包你不会失望 很多好多跟大家包 嗯 继续大家要用自己的故事 去鼓励身边的朋友 记得 记得 待会5点半去看他的直播 所以今天非常感恩自己可以抽出时间 我们来接上我这个访问 再次恭喜他 哇,恭喜你 真的很让你开心 20年的房屋基金 还有 正式正式 BE的九大利益 我他拿完了 恭喜你 是,多谢 那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今天进来支持我们 下次再见 拜拜